大家晚安 我是了解 不讲真实的名字 我是曾知乔乔乔 我是了解 我超多的朋友 家人都叫我了解 很会聊天的小姐姐 我真的很喜欢分享 也很喜欢听别人 跟我分享她的人生 或者她的烦恼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 我真的想不起来 是谁教我的了 我也不记得 我是不是从任何一部戏 还是一本书 还是到底从哪里看到的 我就是会耶 可是真的好奇怪 我为什么会呢 就是每当我觉得 我的痛苦和辛苦 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 可能那样的负面感受 很庞大 很突然 或者是觉得 这样子很个人的一种 难受的感觉 其实别人也不见得听得懂 更不要讲 也不会有人可以帮我解决的时候 碰到这样子的难的时候 我就会把灯关得很暗很暗 然后找一个很安全很安静的空间 我会放一首可以让我非常平静 或者会让我觉得非常安心的音乐 然后我会站起来跳舞 大部分是慢歌 但偶尔特别激动的时候 也会快歌 我真的觉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一招 因为我的家人朋友好像也很少有很喜欢跳舞的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非常的自在 然后每一个痛苦 好像会是一种力量 可以让你的肢体会有不同的呈现 好像一种流动 或是一种创意一样 它会一直涌现 在那个过程就会觉得 好像在看一个很精彩的悲剧 或是一个很浪漫的悲情故事一样 没有错 痛苦依然还在 还在发生 还是有起伏 可是一切好像变成了一首歌 一幅画 一部电影一样 所以 每当我碰到 这样子无法跟别人说的情绪和苦的时候 还会有点期待呢 因为我的黑暗 独舞时间就要来了 所以 这是我的 小秘方 也是我个人很 私密的小故事 愿你也找到你的那一条 路 那铁药 那杯茶 那首歌 愿你也找到那一个 让你知道 所有一切痛苦的发生 它背后的故事 接下来的发展 都不见得是痛苦 有可能是光明 有可能是一条康庄大道 好 晚安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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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